大家好 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磁碟重组 电脑使用一阵子之后 档案会过于分散 如果电脑要读取写入资料时就会变慢 磁碟重组可以让档案重新排列 让电脑读取写入硬碟的速度加快 但是现在硬碟的容量够大 速度够快 尤其SSD固态硬碟的写入次数 比一般传统硬碟少很多 所以现在很少人在做磁碟重组 但是Windows使用越久 档案就会更分散 所以建议各位一两个月 使用一次磁碟重组就可以了 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栏位里面有网址和密码 下载完之后 点圈两下 就会出现磁碟重组工具 按下设定排程 这边可以设定定时重组你选择的硬碟 但是我觉得磁碟重组还是想做的时候再做就可以了 现在用滑鼠点选一下要重组的磁碟锡 再按一下分析磁碟 现在只出现百分之零分散是不需要重组的 如果出现百分之二十以上在重组硬碟 才会感觉到重组后的速度 但我还是示范磁碟重组给各位看 按下重组磁碟 现在已经重组完了 如果你还想重组低潮 就按照刚刚的步骤重组一次就行了 重组过于分散的硬碟 可以加快Windows的作业速度 谢谢